来一起探讨一下 我们今天从这个 我们是讲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我们从第四章第三节开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 是哪一节我记不清了 有个Declare Declare这个是哪一节我忘记了 就是定罪 就是定罪 这个是宣称的医生 那用它来作为定罪 我记得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定罪 五章十节 是不是五章十节的 我忘记是哪一节 是第五章 就Declare 五章十节 对这个 Declare them guilty 就是定他们的罪 这个不是宣告啊 声称的意思吗 那定罪有个确定的单 Declare them guilty 是正式的宣告 正式的宣称 他们是有罪的 OK 另外一个动词 有一个动词 直接讲定罪 那是convictor 有个肯定 还有一个定罪是convictor吧 也就是很明确的定罪 那个单词 那convictor 是他犯了那个罪 叫convict 那是很明确啊 convictor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里只是讲说 OK 他是在赞美神 对吧 他是施歌体 OK 施歌体 所以他在讲的是说 Declare them guilty 神啊 他要求神说 神你公开的宣布 他们是有罪的 公开 你要公布 你告诉大家 Declare是正式的宣布 告诉每一个人 Declare them guilty 有一个叫alliance 也是好像公开啊 宣布啊 这个 这个 经文有很多种说法 没有标准答案 要看你有什么语气 所以我们要学会 就是说 现在在这个地方 这个经文 他的语气是什么 没有标准答案 OK 就像你吃香蕉 你可以把它 张开大嘴 剥了皮以后 全部塞到嘴巴里 你可以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像日本人那样吃香蕉 你可以掰成一半 一半先放在冰箱 一半先拿出来吃 所以有千万种 吃香蕉的方法 还有的人 菲律宾人 把它煮了吃 是吧 每一个 所以有好多种 说的方法 但是他们之间 都是有差异的 有差别的 所以那边 所以用那个 所以英语 我觉得难就难在这里 就是像我们刚学着 就是用词 恰当不恰当 这个选择 他们的词 很难的 就不知道用哪个 英语不难的原因 是因为 你要花时间下去 你不可能在五分钟之内 急就张 这是不可能的 随着我们阅读量的增加 我们慢慢就能体会 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语境 主要是我们要体会 不同的语境 OK A跟B跟C之间 他们讲的口气 跟他们用的语言 有什么不一样 在哪一种环境之下 所以我们学的时候 要连语境一起学进去 我们掏出来用的时候 就是凭语境掏出来用的 我现在这个是跟谁讲话 那么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 来说这个话 这个时候动词会有变化 说的方法 我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方式 OK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地方 第五章的十节 它是一个诗歌体 他在跟神之间在交流 他在求神 他说 Oh God Declare them guilty 这个好像就是 我们站在神的面前 指着那些有罪的人说 神就是这些人 就是这些人 你要宣告他们有罪 你要正式的公布 就是你看 张三也有罪 李四也有罪 王五也有罪 Declare them Declare是大声的公告 宣布 宣布他们是guilty Guilty是有罪的 OK 好 后面讲说 他要这样讲 他说 Let their intrigue Be their downfall downfall是什么 我们知道 downfall是什么 成沦 他们的成沦 OK 那么intrig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阴谋 密谋 OK 为什么 所以他前面 为什么说 神你要宣布 他们有罪呢 是因为他们 这些人都是有阴谋的 所以让他们的阴谋 成为他们的沉沦 他们本来有阴谋 是想去设计 陷害别人 现在他们的阴谋 反而倒成为 他们自己的沉沦了 是不是 所以他跟神之间 在交流 所以我们要学着 就是说 我们读圣经 因为每一种文体不一样 每一卷书 他用的语境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 随着这个一点一点的学 是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 declare them guilty 是说 他要神正式的宣布 这些人都是有罪的 OK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 是为什么他们有罪呢 因为他们这些人 都是rebelled against you 他们都背叛了你 最重要的是在rebelled 他们有很多的罪 对不对 banish them for their many sins 他们有好多好多的罪 而且他们背叛了神 rebelled against you 老师这个rebelled是背叛 我记得之前学的经营书里面 还有一个悲催吧 叫betray也是背叛是吧 betray是吧 betray betray 是也是背叛 那这两个可以互换吗 在这里 我可以互换 因为他们的意思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OK betray通常是人与人之间的 比如说你在背后做了什么事情 背叛这个人 这个人本来对我很好 可是我对他做了什么事情 rebelled呢 这个字 rebellion通常这个字呢 他的名词是rebellion 通常指的这种背叛 这种不是背叛而已 他是叛乱 rebell是叛乱 所以我们在 如果你那个时候 跟我们一起读过的话 你记得那个摩西带着他们 在旷野里的时候 他们曾经在40年 在旷野里面发生过很多次 OK 背叛神的事情 那个是叛乱 他们他们甚至要造 记得吗 他们造金牛犊 他们造金牛犊 用金牛犊来 要取代神 这个是完全就是叛乱 所以rebell通常指的都是大型的叛乱 大型的叛乱 而且是通常是武装的 暴动的 叛乱的那种东西 OK betray指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小的背叛 OK 他对我很好 他给我介绍女朋友 但是呢 我还是在背后捅他一刀 这种是betray 不一样 所以betray跟rebell 完全不同等级的东西 所以他们不可以替换 在这个地方 他要指的是非常清楚 这些人 for there are many things 所以我们一定要 我们在比较字之前 不要轻易的去比较字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扩展你的词汇 你不会扩展任何词汇 除非你先进到我们现在读的语境里头 我们现在读这个语境 我们先把它读通 读通了以后 每一个地方认读好几脉 通通打通了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很好的比较每个地方的语境 是不一样 字的等级是不一样 在这个地方很重要 他讲的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犯了很多的罪 sings banish them for their many things 因为这些人有罪 而且他们 they have rebelled against you 他们这些人都是背叛了 这个耶和华神 他们的背叛的方式是 他们根本就是叛乱 暴乱 所以他这个地方 这个rebell不要很清楚的 就是想成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你借给我五块钱 结果我后来没有还你五块钱 我又在后面做了什么对你不好的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的 betray 而是rebell是一种叛乱 他们对神不恭敬 他们不爱神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 他们特别是神最不喜悦的事情 我们前面读了很多经文 神最不喜悦的事情是败假神 这件事情完全就是rebellion rebellion 所以我们写一下这几个字的 可以去查考一下 课后你们可以去查考一下 这个都是很大的 我们在讲人 这些叛乱的时候 不一样的意思 rebell 这个是动词 rebellion 这个是名词 有什么地方的叛军 叛乱 造反 叛乱这种东西 我们叫rebellion 跟rebell 所以他这里讲的是 他对神的这种rebell 特别是rebell against against这个字就有方向性了 他是对神去的 这种背叛 这个是指的是叛乱层级的 不是普通的背叛 但是在汉语的翻译里面 在和和本的圣经翻译的时候 我们不能拿汉语去倒回去 要求英文怎么样 因为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当初在翻译的时候 是直接从西伯拉语翻译过来 所以汉语在 这个翻译是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的汉语 他使用的方法 跟现在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 会有出入的 会有一些出入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拿一个背叛 就到回去说 这个是背叛 要看他的语境 所以这个地方rebell against you 指的是他们对神的这种叛乱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那个第七章的第一节 第几章 第七章第一节就拯救那个 他为什么要用两个拯救 一个是C5 还有一个是那个叫 D-Live 诗歌体的时候 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会求文字的美丽 我们中文也有这个习惯 我们在写中文的诗歌的时候 我们做诗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类似的字 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句子里 类似的意思 可是我们尽量不要用重复的字 这是寻求这个文字的通畅跟美丽 所以say跟deliver 但是我们知道 say跟deliver是有不同的意思的 都是旧 OK 都是旧 save是让你平安 deliver是把你从什么环境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deliver更有一个动态的感受 OK 比如说我把他 我把他从火场救出来 OK 这个是deliver 因为他如果不好 从火场救出来的话 他就在那个里面就烧死了 Right OK say跟deliver deliver是比较有动态的 而且有救他出什么地方 你看到后面有一个from all who pursue me right 所以他这个地方 用叠字 可是不用重复的字 用不同层级的字 就更增加这个诗歌的美丽 而且呢 在这些诗歌是可以吟唱的 OK 所以you save you deliver 这个唱起来的感受更不一样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实际是第二节 第一章第二节 啊 reep 和tear t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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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个问题 这个字你不了解 是不是tear reep也是 s reep也是 tear 对 没错 这个tear做s的时候 他必须念tear 他做眼泪这个字的时候 他念tear OK 好 那这两个字有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 OK 通常 这个reep这个字的话是 撕的碎一点 OK tear这个是 把它从一个主体里面 用强力把它拉下来 把它撕下来 就是跟你的主体分别开来 比如说 你 你这是一个木头 大块的木头 我从上面撕下来一大块 这个是tear 让它跟主体分别开来 OK 好 那么这个reep呢 特别强调 就是说 他把它呢 不断的拉开 不断的拉开 拉成细碎片 这个是reep reep OK 所以是把它从那个地方 撕成很多碎片 他这里讲 reep me to pieces Pieces OK tear比较强调 就是说 从什么主体上 强拉下来 用力的把它撕扯开来 OK 然后呢 reep的话 比较强调 就是说 他把它撕成很多块 细碎片 这样子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那个 记得吗 那个 耶稣 那个时候 他去 他到天上去的时候 他升天的时候 那个帽子 有没有 圣殿的帽子 从上面到下面 整个裂开来 那个时候 用tear 还是用rip 用tear 还是用rip 老师用tear 为什么 因为他是 他是把它撕成一半 对不对 撕成一大块 主要强调的是 那个帽子的主体 给他撕裂开来了 这个我们用tear OK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 rip的话 我们是怎么样 什么情况 假如那个帽子 碎了一地 满地 细碎碎 撕成很多条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rip 对不对 OK 所以不一样的情况 OK 不一样情况 然后特别就是 tear的话 也是一样 就是强调用强力 把它 你看他那个 从上到下 帽子整个裂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力气 OK 还有没有 所以 tear跟rip 在这里是有 不同 他们这两个字 使用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看这个地方 tear me like a lion 他强调 狮子 像狮子一样 这个 给 静一下音 静音一下 给他静音一下 给他静音一下 给他静音 OK好 这个 tear me like a lion 我没有 这个没有开了 静音一下 妹你关一下 因为你那个背景 有很多声音 我们帮你关了音 OK 好 这个 tear me like a lion OK 所以 他从 上面 从上面 给他用力 给他扯上 OK 妹 麻烦关一下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声音 OK 麻烦关一下声音 OK 所以 tear me like a lion 主要强调怎么样 很用力的给他撕扯下来 把他撕裂 OK 从主体上给他撕裂 这个是tear me like a lion 下面 rip me to pieces 那是很快的 把我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是用rip OK 所以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OK 如果我们讲 哇 一个人背什么 上次我看到有一个例子是 什么一对年轻的情侣 他们准备在西藏海拔 一个什么地方 很没有人烟的地方 在那里举办婚礼 他们自驾到那里去举办婚礼 后那个尸体整个被撕裂了 那个就可以用tear 因为他们是被狼群攻击 尸体整个撕裂 所以用tear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他们 在现场有很多很多小细块 然后那个就可以说rip to pieces 所以tear跟rip 他们的意思在这里不太一样 OK tear 比如说这个衣服我不喜欢 我妈妈不喜欢我穿mini裙 OK 她把我的衣服给撕碎了 这个可以tear OK 但是如果说我妈妈她 我爸爸不想让我穿这个mini裙 她把她整个剪成一块一块的 满地 我回来只看到一地的碎布的时候 那是什么rip to pieces right OK 这两个有点不一样的情况 这两个动词 好 所以注意 tear 我们常常有 现在要做个会议记录 哪个同学 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一页下来 你用tear还是rip tear tear对不对 因为你就撕一刀撕一下就可以了 撕下一张纸 然后就做会议记录 right 那个是tear 好 但是呢 隔壁有个男同学写情书给我 我看了以后很生气 我要怎么样 我就不是tear了 我是把这rip to pieces 什么写什么狗屁啊 先什么乱七八糟啊 我撕成一块一块细碎的东西 那就是rip to pieces ok 所以这样是不是比较能理解一下 ok 好 这两个动词不一样的 所以圣经是一本很奇妙 它也是一本文字修养非常好的 特别是这个诗篇 从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词类 不同的动词 不同的形容词 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情感 所以这个是考验你的英文能力 让你快速的升级的时候 这一卷书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你用刀切 能用这两词吗 用刀切啊 ok 你要看你用什么刀切 你可以cut cut to pieces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那个刀是那种带 有一种刀是带锯齿的 有没有 然后每每拿下来一块 可能就把它乱 你是乱刀乱砍砍成细碎的 你可以就cut to pieces 有的刀还带尖刀刺 或者什么勾那种 就是你刮刮刮 你割下来之后 搞得一地碎片 那个你就可以说cut to pieces 那比如说在那个战场上 你用的那种武器 对如果我今天拿把大刀 乱和团 我拿乱和团大刀去 把这个人砍两半 这个是 tear me right tear them 但是如果我这个刀可厉害可厉害 上面还有倒钩 倒刺 什么玩意儿 我来回给他砍几刀之后 人就变成肉块了 那就是rip to pieces 对不对 那菜刀不可以用这个词 比如在厨房里做 可以啊 菜刀可以 但是要看那个 如果他只是cut 就是砍一刀下去 对不对 我一生气 从厨房拿把菜刀 矿戳一下 所以你如果是戳进去的 那又是不同的 OK 你是砍的是怎么样 OK 然后你是半扯半拉的 OK 那可能肉就烂掉了 那就是rip to pieces 明白了 从所以警察验尸的时候 是从这个用刀的这个口子 可以看出来 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之下 这样做 是吧 如果这个人是意外的 这个是劫匪 突然跑到他们家 是不认 彼此不认识的 那可能劫匪自己本身都很紧张 戳一刀马上就跑了 这个伤口就很简单 对吧 嗯 但如果两人有情感纠纷 或者很怎么样的时候 哇 那个可能伤口就非常 变平 对 明白了老师 对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五章的 十节 五章的第十节 我们来看一下 五章的第十节 好 第十节怎么样 Let their intrigue be their downfall intrigger 这个跟那个 conspiracy 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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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piracy 首先 什么叫 conspiracy 和谋 什么人跟你合谋 警察没有跟你合谋 他们重要的是这一点 ok so conspiracy 不要只限于阴谋 他是做坏事 没有用 没有错 他在背后 谋记 谋划 什么事情 但是他conspiracy 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是说 他是有跟人一起做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做的 这个书生叫对口径 对口径 什么叫 ok 好 就私下里 统一统一说词 对 就是对于等于串供了 是不是 intricks ok Let their intrigue ok intricks intricks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 intricks是阴谋 鬼迹 鬼迹是阴谋 是不好的事情 ok 特别 或者是我们讲那个什么 什么叫 就耍什么伎俩 我们讲伎俩 讲人家伎俩 绝对不是好事 对吧 ok 耍什么鬼迹 这个是intricks ok 所以intricks呢 let their intrigues be their downfall ok 他们的本来这些诡计 他们的奸计 这些计谋 intricks 阴谋 这些就变成就变成他们的什么沉沦 你不要以为你使了奸计 使了计谋以后 然后你反而到摇身一变 可做大可成功了 可做大事 no 你会因为你这个你耍了阴谋 而你变成沉沦了 你就一蹶不振了 就不起来了 就downfall downfall downfall ok 好 intricks跟conspiracy 不同的地方在这里 conspiracy强调的是 合作 你跟别人一起搞这个事情 不是你独立完成的 那intricks呢 强调的是说 你做的是一个阴谋 一个诡计 一个伎俩 让人看不起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是第六章的第二节 和第三节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二节 好 第二节怎么样 一个agny 一个anguish 这两个 那个agny是不是身体上的痛苦 anguish就是精神上的痛苦 anguish ok agny跟anguish的话 ok agny 就是 常常讲说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ok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比较多的用的是 就是agny ok 通常这两个都 都是指一种痛苦 肢体上的痛苦 ok 但是 稍微 关一下 所以这个通常都是有肢体上 或者是有精神上 不舒服 这种情况 ok agny呢 通常都是指肢体上的痛苦比较多 ok 表达身体或心灵这样子 ok 通常这个痛苦是很厉害 agny是全身性的 而且到什么程度 就很剧烈 比如说你都身体或扭曲啊 或什么东西啊 ok 这种是agny ok 好 那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 只是局部上的anguish的话 ok 局部上的话 一般来讲就会用anguish 这个anguish 比如说我们讲anguish of a womb 我们会用这样子的说法 我们说anguish of a womb anguish of a womb 是我们的伤口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通常会指 比如说伤口上 局部上的 ok 这种的话 我们比较用的是这种 用anguish ok 那如果是agny ok agny这个字呢 比较强调的是 很急性 很重大 比如说他突然间 有没有听过猛爆性肝炎 那个很痛 猛爆性肝炎 通常都救不回来 或者是说 他永久性的疼痛 比如说他现在得了骨髓癌 那个是永久性的 都会一直痛 而且是全身性的痛 这种情况 如果你是比较局部性的疼痛 比如说就是一个伤口的anguish 所以anguish会比agny稍微小一点 ok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在这里有讲agny my bones are in agony 强调我的骨头的痛 骨头的痛的话 痛入骨髓 这个就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他用agny这个字 ok 因为agny这个通常都是指 身体上 有那种得什么癌症 骨髓癌 什么的 全身的痛 永久性的 不会好的那种 ok 或者是有的人 有没有什么 见动人 还是什么东东 反正那种 很长期会痛苦的那种 用agny ok anguish的话呢 通常指的就是 比较小一点的 没有那么痛苦的 ok 那anguish的话 他在这里用的是 my soul 我的灵魂上的 我的灵魂上的 灵魂上的痛苦 好 有没有问题 谢谢老师 好 老师六章六节 有一个 那个 六章六节 我们来看一下 六章六节怎么样 g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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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在 呻吟 你在痛的时候的那种 啊 啊 啊 好痛啊 这种 不停的在那呻吟 你有时候去那种 那种什么 外伤医院啊 什么车祸状啊 或者是 打仗的士兵啊 他们身上 呃 手术以后 麻醉药 退了以后 非常痛 就在那呻吟 这个叫grong grong ok 后面是很夸张的一种形容词 他说 他的动词 i flirt my bed with whipping flirt通常是怎么像洪水一样那么多 对不对 我的被子都已经像洪水一样给见尸了 ok 都是因为我的哭泣的关系 我在那里 whipping在那里流泪的关系 然后啊 我的couch 我的ta 就是你靠着的那个ta呢 都已经淋湿了 drink 那要多少眼泪才能把它给淋湿啊 对不对 如果用科学化的来想 你会觉得 这个不可不可想象 哪有人能够把被子都能够像洪水浇湿了一样那么厉害 有人哭到这个地步吗 他就是形容这样子啊 他已经泪水 思念的 有没有我们在形容有的人什么亲人离去之后思念的眼泪啊 都湿透了我的被褥啊 我的枕头都是湿的 我的什么就是这种数比较夸张的写法 OK 好 那是那个第七章的第五节吧 它有两个词都是说在追赶 哪两个词 那个pursue和overtake这两个是不是都是追赶的意思啊 no pursue跟overtake是有差别的 pursue是追 他就在上面后面追追追 你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 所以这叫pursue 一直要把你追到为止 overtake是什么 overtake是已经赶上了你 overtake是赶上了你 已经追到 赶上了你 所以叫overtake 所以这两个有程度上的不一样 OK 我如果赶上了你 甚至超越了你 OK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只是指赶上了 OK 我们俩跑步 他本来在我后面追 他是pursue 对不对 我在前面跑 可是他跑到一个阶段之后 他overtake你 他等于跑到我前头了 超车了 超越我了 叫overtake 但这里就是指他赶上了我 所以他翻译成追上 他后面追 然后一直把我给追上了 赶上了我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我五章六节有一个词 不认得呀老师 好 五章六节 五章六节怎么样 我个abhorse 是这么读吗 abhorse是非常 憎悟 很讨厌 很恨 abore abore 这个现在 这个字好像比较少看到 OK 少看到 abore 通常就是恨 或者是很不喜欢 极度的厌恶 叫做abore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注意这些人 Bloodthirsty deceitful man 这些诡诈的人 这些 嗜血的人 Bloodthirsty 喜欢让人家流血 杀人家 血流成河 这些人 the lord abhors 是谁讨厌 是神 厌恶他们 神非常痛恨 这一类的人 OK 所以用 神 这个地方是指 the lord abhors OK 好 老师讲讲那个 五章八节 那个 有个词叫 你看这个 righteous也是正直正义 righteousness也是正直正义 他这个加一个 righteousness righteousness是名词 righteous其实是形容词 但是我们平常看到 为什么我们看到 他用名词 OK 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当把 the 定冠词 加上形容词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当名词用的 比如说我们说 the rich OK the rich right 或者是我们说 the poor right 这些不是都形容词吗 可是我们指的是 富有的人 跟贫穷的人 OK so the righteous 如果我们没有 righteous the righteous 这个the righteous 是什么 righteous不是形容词吗 你觉得政治的人吧 对 可是这里 加上the以后是指什么 不知道了 加形容 加定冠词以后 the righteous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那些名词 他就 公正的人 那些义人 那些义人 指的是那些义人 就像穷人 穷人 富人 一样的道理 rich 指是什么 形容词 poor 也是形容词 但是当他们加the的时候 就指那个群体 那些富人 那些穷人 那些义人 the righteous 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加上 我们加上 n-e-s-s 是righteousness 自己本身是公义 公义的这个名词了 OK 公义的名词 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讲到 OK 经文里面讲到说 your righteousness 您的公义 这里注意 凭你的公义 in your righteousness 他要神 lead me 中间掺杂一个 oh lord 呼喊一下神的名 他说 in your righteousness 你要引领我 怎么引领我呢 神我要引领我 你在你的公义里面来引领我 为什么 because of my enemies 因为我的敌人 因为我的仇敌 make strength 是修正 修直了 把什么东西给直直了 把它弄直了 make straight your way before me 在我的面前 你把你的道路都弄直了 我不要走歪斜的道路 我要神啊 我要走你的道路 我要走你正直的道路 make straigh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你说 Linda怎么样 那我说好了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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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第七章第四节 那个有个rabble rabble 他在这里 怎么翻译成 第四节 怎么翻译 我不太明白 rabble不是 是那个叫什么 抢劫啊 掠夺啊 这个意思吗 在这里是怎么翻译 abrob my foe OK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指的是谁 If I have done evil to him Who is at peace with me or without cause 所以这个是指 这个人 have robbed my foe OK Robbed my foe Rob要怎么解释 我的 foe是我的敌人 对不对 我们昨天有分别过 敌人里面 enemy跟foe的差别 是在enemy 就是我正面的敌人 foe可能是 在我身边 假装为我的好友 但是其实是 与我为敌的那些人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假如我做了恶事 我对谁做恶事呢 那些人是 at peace with me at peace with me 就是说 他们平常与我来往 都是非常和平的 但是我好朋友 就像 比如说 Naomi 是我好朋友 平常我们交往都是和和气气的 at peace with me 或者是 without cause 什么叫without cause 没有 没有 无缘无故的 就是没有什么缘故的 而那个人 have robbed my foe OK 所以指那个人 做了什么事情 Robbed my foe 对我的敌人怎么了 他对我的敌人怎么了 他怎么样 他对我的敌人 抢劫了 抢劫了我的敌人 他抢劫了我的敌人 表示说 他也许可能侦测出来 这个其实不是 应该是你的好朋友 这个人对你 应该是你的敌人才 所以这样的人 第一 我对他做了恶事 我对不起他了 我对他做了恶事 这个人可能是平常跟我是好朋友 像Naomi跟我是好朋友 我们常常是好朋友 很交好的 at peace with me 或者是 没有什么缘故 OK 那个人可能呢 就 跟我的敌人 have robbed my foe 就是说 把我的敌人 给 给抢了 OK 伤害了我的敌人 OK 所以他对我做 他做了这些事情 结果我就对他 做了恶事 其实我应不应该对他做恶事 我不应该对他做恶事 对不对 他跟我交好 at peace with me 他是我好朋友啊 他跟我一起吃饭啊 一起逛街聊天啊 at peace with me 我不应该对他做恶事 对吧 好 第二个 无缘无故的 他可能把我的敌人 我潜在的敌人 其实我不知道 OK 他把我敌人给抢了 OK 他可能对我的敌人 做了什么事情 我对他生起 我对他做了恶事 OK 我对他做了恶事 重点是在这里 I have done evil to him 我对他做了恶事 那该怎么办 这个人说 我对他 我对这个朋友做了恶事 那么就让我的敌人 来追赶我 或者是来追上我吧 就让我 这个道理就有点像 中国人讲的 就让我得到报应吧 我该有的报应 OK Let him trample my life 让他就践踏我的生命 踩到地上吧 或者是让我就 归于尘土吧 就死掉吧 这个意思 如果我做了这样的恶事的话 If I have done evil 我的就是指那个翻译后面伟大物那一串是吗 怎么样 你说再说一次 我说胡里面的翻译中文翻译可能就是 指的后面伟大物cause这一句 Without cause 是说 比如说他无缘无故 我没理解他 他 Rub my foe 他对于对我的敌人 说这是个坏事 对不对 他对我 其实是为我好 其实是为我好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人 我对他做了恶事 I have done evil 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是我不该 对不对 我不应该这样做 其实他是为我好 对不对 他对我的敌人做了坏事 他平常也跟我是好朋友 Peace with me 但是我对他做了恶事的话 就让我得到报应吧 就让我的敌人追上我 赶上我吧 让他们就在地上践踏我的生命 甚至把我就踩死在尘土里面 让我归于尘土吧 这样子 他那个R那个不是相当于两种意思吗 第一种意思就是指R前面的一个是 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 第二种意思就括弧那个意思 就是说呢 你那无故与我为敌的 我是那个意思吧 就说不要看中文会让你脑子非常混乱 你先不要看中文 If I have done evil 假如我做了恶事 我错在我 我已经做了邪恶的事情 If I have done evil 对不对 对什么人做恶事呢 我做了什么恶事呢 这句话整个结构 四节跟五节是说 如果我做了这个恶事 就让我得到报应吧 甚至于归于尘土 死在尘土里 都无所谓 OK 好 那么我做了什么恶事呢 就是那些人 Who is at peace with me Who is at peace with me 你不要看中文 Who is at peace with me 指的就是那个人是 跟我交往是平平和和的 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一起吃饭逛街 这个没有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 或者是另一类的人 另一类的人是 with all cause 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之下 OK 同样的 him who have OK 这些人怎么样 没有任何原因之下 have robbed my phone OK 他怎么样 抢夺了我的这个 我的敌人 OK 那夺了我的敌人 是不是就对我的敌人 做不好的事情 是不是 OK 然后我对他 重点是在前面 前面这个地方 前面这个地方 I have done evil 我对他做了恶事 OK 所以我对他 重点主要是我对这个人 做了恶事 做了恶事的话呢 那么就让我的敌人 就来追上我吧 让我怎么样怎么样 都可以了 就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突然清醒了 那个 have or robbed 是那个 是那个主语 发出动作 我老想成被动式了 我就想被 没错 因为我把自己困住了 对 我把他当成背景式了 对没错 这个have一定不是who is 是主动的 对 假如我做了这件事情 或者是without cause I have robbed my foe 是主动的 如果是被动式的话 是have been 知道吧 have been have been done 就是被动 对对对对 是是 我一直开始把它当被动了 对 或者是也许我们这个 or什么 也许这个地方加个逗号 还怎么样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这个是抢夺的意思 是吧 啊 这个 robber的是抢夺的意思 是吧 抢夺 robbery 就是抢到啊 比如说我今天被抢了 rob 我被抢了 rob 但是他这有一点 抢夺我的敌人 好像也是有点不太同 不太懂 不是吧 抢夺我的敌人 无故的抢夺 抢夺我的敌人 这个好像也有点 就是无故 无缘无故的 就把我身边的 似乎是好人 但是我把它当成敌人了 抢夺了 是吧 这个意思 right rob my foe 把我的 foe 把我的敌人给抢了 那有另一种说法 更好的 就是说 我视他为敌了 就是用那种方式来表现 是不是 要比这个好理解一点 有一点绕就是了 中国人不习惯这样讲话 对 但是 without cause 特别又加了这么长 加一个without cause 就是无缘无故的 我就做了这件事情 I've robbed my foe OK 或者是我 比如说我 我 我做了 rob my foe 就是说 我把我的敌人给抢了 OK 我本来是我的敌人 对不对 我做的其实是对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if I have done evil 如果这件事情对他是一个 是一个邪恶的事情的话 那么就让后面的事情发生 后面第五节就是 let my enemy pursue and overtake me 有点不太好理解 他的意思 他可能是说 就身边我本来这个人是好 是对我好的 是好人 但是呢 我可能就无缘无故的 就把他当作敌人对待了 就给他 对他做了恶 就这个意思 不是 后面一个说 我也救了他 哎呀 反正挺乱的 我还是没明白 他就是这里有两种情况 我的 我做恶 我有两种做恶的方式 一种是我对我好的人 我就向他做邪恶 一种是我理解就是 我没有原因的抢夺我的敌人 这也是做恶 因为我敌人 没有惹我 我没有原因的 我就抢夺他 这样我也是做恶 在神眼中也是做恶 对你这个说法 我明白 第二个意思 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人他确实做了恶 但是他对其他的人做恶 我看见了我去 首先这个人是我的 是我的敌人 他是要害我的 但是我可能我先下手 没有什么原因的 我就抢了我的敌人 OK 我对人家先下手 先做了恶 这个总是恶嘛 都是evil 是不是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这个解释人有点清楚了 也可能这个人 对他怀有不好的念头 但是他先下手 对我先下手了 这样讲你可能比较懂 就是没有缘故的 我就先下手 我对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都是不好 因为我动手 我做了不好的邪恶的事情 对吧 所以有可能对方与我是好友 at peace with me 但是我对他做了恶事 或者是 without cause 没什么原因的 I have robbed my foe 我就把我的敌人 这个敌人确实也是个敌人 但是他就是先动手为强 对对对 这样讲你可能比较理解 就是I have robbed my foe 就是我把我的敌人给抢了 我先对人家动手 做不好的事情了 其实照我们一般人的心态来讲 这没什么呀 他是你敌人 他本来就是要害你的 那你现在你先下手 为什么不可以呢 ok这样也不行 因为这也是evil 对不对 明白了 ok好 谢谢 very good 大家讨论就 比较清楚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嗨 Jane Yeah there is a word in chapter 6 verse 1 verse 1 verse 1 好我们看一下 verse 1 verse 1怎么样 好我们看一下 O lord Do not rebuke me In your anger And discipline me In your wrath Uh-huh Yeah How do you pronounce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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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a lie What's a lie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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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huh Discipline Right 所以in your anger 然后rebuke 又相对这个动词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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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Discipline 是一个动词 Discipline Me in your wrath 他求耶和华 他为什么要求耶和华 说你愤怒 你是发脾气的时候 你不要责备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你有没有发觉 大人打孩子的时候 越是生气的时候 打孩子下手越狠 你有没有发觉 Yeah Ok 所以他这个是求神 能够怜悯他 可怜他 神你要爱我 你千万不要在发脾气的时候 来斥责我 你不要在震怒之中 你来惩罚我 Discipline Yeah Would you please explain The detail difference between discipline and punish or penalty Ok Discipline Discipline Punish Punish or penalty Panalty Panalty是 是ok 我们来讲讲看这个 Ok 我们讲discipline Ok discipline 跟这个punishment Ok Punishment Punishment Punish Discipline 跟Punish Ok Discipline 跟Punish 通常哪一个是该做的 该惩罚的 Pu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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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punish Ok 所以discipline 跟Punish Ok 你想想看 Discipline是该不该惩罚 该不该罚 没有 因为不该罚 你觉得该罚 Discipline 有纪律的意思 违法的纪律 可能就该罚了 Discipline 所以discipline 是该罚的 是不是 因为你要警证这个人 Ok 这个人做的事情不对 所以我们用discipline 是不是 这是一个不良的行为 比如说 这个小孩 有不良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是用discipline 还是用punishment Discipline Ok Punishment跟discipline 两个地方 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Punishment Ok 我们讲 我们用名词讲好了 Punishment 通常是惩罚 Right Discipline 是什么 是管教 Ok Punishment 通常讲的 怎么讲 就是说 惩罚的重点 是因为说 你要让他痛苦 惩罚的重点 是说 你要 你要想办法 让这个小孩 不舒服 所以我大手心 大屁股 让你痛 这个是punishment Discipline 是什么 Discipline 的重点 是在干什么 Discipline 是需要 改正 主要是希望 Discipline 是希望 让他将来能够下一次遇到这个事情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 所以punishment比较强调的就是说 比如说你现在你去操场跑跑十圈 你去 你罚他做一个什么事情 让他 或者我现在打十下屁股 打十下手心 让他会痛 这个是让他遭受痛苦 因为他违反了什么 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让他 能够身体能够承担这个痛苦 他下次 我希望他下次不要做 但discipline强调的通常就是只是 不一定是身体上的处罚 discipline通常是管教 所以管教可能会有 不一定是体罚的 discipline可能是 我叫他写一篇文章 悔过 或者是我叫他去 比如说到什么老人院 给人家推轮椅 让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个是discipline 是管教 所以discipline翻译成管教 可能更好 punishment是 对 惩罚 比如说你现在 OK 你英文字 你这个字念错 罚你五块钱 这是punishment 但是我不guarantee 不保证你下次这个字会念对 对不对 discipline是管教 所以管教 如果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好 可能我用说的 或者是我用引导的方式 或者是我让你去参与 什么其他的事情 让你去体会 所以discipline跟punishment 有这个差别在 OK 好 那你还有 Panulty Panulty OK 你还有一个是Panulty 这是应该多半是罚款 Right Panulty通常是什么样的情况 罚气 所以罚款的钱 是不是Panulty Panulty也是一种处罚 但是Panulty通常比较用在 像比如说法院啊什么的 你的你受的处罚是什么东西 你的处罚可能是罚金多少多少钱 或者是你要受什么什么 OK 所以是一个实质的 比较一个实质的东西 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惩罚 比如说一般讲 处罚呀 罚款多少钱 大多数现在指的大部分都是处罚 就是指罚金多少钱 或者是指刑罚 这个Panulty是你可能要去坐牢三年 坐牢五年 这个是你的Panulty OK Punishment的话是你在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里面处罚你 特别罚你做某件事情 比如说罚你在 在这个每次打五个屁股 每个月来 OK打你五下屁股 或者是每个月罚你 清洁大家的厕所 就是Punishment Panulty比较强调就是罚金 或者是指说你 你的刑罚是什么 我被判了三年 被判了五年 这个是Panulty 这个都是比较法律上的字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I heard Sansh not for your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se words 所以Discipline 比较好一点 就是管教 Discipline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在这里讲是说 你 他说神 Do not rebuke me 不要斥责我 Discipline是管教我 OK 那分成惩罚 也OK 就是说 但是Discipline 当你跟Punishment 放在一起的时候 他比较偏向于管教那一方面 Discipline me 就是让我 保证让我下一次 能够做的对 这个叫Discipline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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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Raias Discipline Sansh not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Sansh not Rebuke 那个斥责 跟斥责 比较 都是斥责 Rebuke 跟斥责 不一样 Rebuke 是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 讲到 耶稣 耶稣在船上的时候 他马上斥责 那个暴风雨 叫暴风雨停下来 所以斥责 基本上就是 是一个很形象 用声音表达的 他就骂这个 OK 斥责他 你给我停下来 这个叫Rebuke 这个是Rebuke 大人叫小孩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赶快去跟人家道歉 这也是一种斥责 Rebuke 跟那个Rebuke 比较 Re什么 Rebuke 你发到群里面去好了 如果你要做这个字的比较的话 我们现在先讲这个经文里的东西 OK Rebuke呢 基本上就是 我们斥责 OK 大人叫小孩不能做这个事情 你这样做不对 这个就是Rebuke 斥责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 那个我们现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的那个问答环节就要环节 对不起再说一次 六章 第六章的第十节 OK 我们看一下第十节 好 第十节 来 怎么样 第十妹 第十妹 all my enemies will be ashamed and dismay 这里的dismay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我们讲 dismay 我们上一次好像有一个这个 dismay是说这个事情让你很沮丧 让你很难过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动词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你 你已经吓到了 惊吓到了 OK 你沮丧到 然后你 你惊吓到 你就震惊 所以他翻成 金黄是OK的 OK 所以所有的 让我的敌人 他们都觉得羞愧 而且他们很震惊 很吓到了 叫dismay 谢谢老师 好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 我们的雅各书来看一下雅各书 雅各书的话是第二章是吧 第二章 雅各书的第二章 雅各书的第二章 看一下第二章 看一下第二章 OK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二章 我们现在是第几节啊 这个是 这个为什么出过来 奇怪 16节是啊 没有对照 这里没有出过来对照 看一下16节 16节好 16节 哦呀我们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假如你们其中 one of you是你们其中之一 OK 你们其中一个人 says to them 跟他们说 说go in peace 你们就走开吧 平安的走开吧 我们前面讲 suppose 我们前面说 若是有一个弟兄 或是一个姐妹 他是没有衣服 然后他每天 基本的食物所需 daily food 他都没有 OK 这个人生活很困苦 可是呢 你们其中之一的人 跟他说 go in peace 啊 你就走开 叫人家走开 ok keep warm 啊 你记得保暖啊 and well fit 多吃一点啊 吃饱啊 well fit 但是你就这样说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但是你对于他们生理上面 身体上的这种需要 does nothing 你什么也不做 你也不给他们买点面包 你也不给他们买几件衣服 你只是嘴巴上这样说说 啊 go in peace 你就平安的去啊 你就自己记得保暖啊 你记得要吃饱 人家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不做 what good is it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你这样做没有任何的好处 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你等于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 很多人是这样子 就是嘴巴上是个善人 但是实际上是不行善的 是不做的 okay so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假如你跟你们之中 其中一个人 跟我们前面假设的这一个人 这个人是没有衣服穿 每天的吃的东西也没有的 然后你跟他说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你就去吧 安心的去吧 平安的去 记得保暖 记得多吃一点 well fed 这个well fed 是指吃进去的东西 吃好一点 but ther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physical needs 是指他们身体的需要 他们实际上的生理的需要 身体的需要 是他们需要衣服 他们需要食物 对不对 你什么都不做 what good is it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什么好处 OK 好 我们看谁给我们读一下 好不好 来读一下 好 我们请这个 这是谁 Andrew来 Andrew来给我们读一下 好不好 来 OK OK 如果一个人说 他们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very good 好 再来我们再请一位 linda来 linda 谢谢老师 if one of you sail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但做了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thank you 如果一位你说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做了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what good i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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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Dana please Dana来 If one of you said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very good li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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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again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这个 physical needs 我们在生活里面 常常用到 physical needs physical needs 指生理上的 身体上 直接需要的 你看穿暖 这就是直接需要 生理上需要的 对吧 吃东西 吃饱 这个是physical needs 对不对 不是讲心理上的 是讲生理上的 东西 你直接就需要 好 再来我们 connie thank you teacher jane If one of you say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好 warm warm 最后要把嘴巴闭起来 嗯 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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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这是保暖 常用保暖 thank you 再来018 Ester来 If one of you thank you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what good is it that's right what good is it 好再来 Lisa please 来Lisa thank you jane If one of you say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okay very good 好再来 great来 thank you jane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very good 注意这个say 圆形的时候 s-a-y 但是a 是一个长音 当他加了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他变成一个短音了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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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if one of you says says to them 那个不会念says 不会这样念says 他就变成降调 降调很自然 就短促 says to them says to them says to them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再来我们请Lily来 Lily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physical nee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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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physical needs says to them 好再来 jessica thank you jeng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那个warm 后面没有er 所以warm keep warm keep warm 然后呢前面那个says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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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调 s 它是短音 圆形是say 现在变一个短促的音 says says good If one of you says says to them says to them very good thank you 好我们把这个句子再读一下 if one of you says to them go in peace keep warm and well fed but does nothing about their physical needs what good is it ok 这个well fed 也可以跟小孩子讲话 就是说 要吃饱啊 要穿暖啊 要好好的吃饭啊 我们可以讲well fed ok so go in peace keep warm well fed 这些全部都是起始句 没有you 没有主语 直接go in peace keep warm well fed ok 好 有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就就到这里 ok 然后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发问 然后鼓励大家就是我们现在诗篇的话都是很短的 经文都很短都不长啊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回去以后呢你们打开自己的手机啊或电脑上面有电子这个电子版的圣经的话多读几遍好你就会感受出来是诗篇真的是一个很美的文体而且是很好的经文 ok 好 arkadaşlar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的,謝謝老師,辛苦了. 謝謝老師,辛苦了. 再見,拜拜.